从托雷多搭火车到马德里 再搭Uber到我们的住宿公寓 这个公寓长生在一个老公寓大楼中 但内部装潢却蛮有现代感 马德里主要景点除了它的皇宫 水晶宫公园 还有一些郊区的城市 Scovia 塞哥维亚 就是其中之一 Scovia 这个古镇最著名的是 它的2000年的水利渠道 西元一世纪就盖好的罗马水桥 到20世纪都仍然能够运作 从15里外将山上的泉水运送到城市 供居民使用 21世纪的现在 又能为当地带来许多观光客 这里的卤珠是用牛奶饲养 英文叫做Milk Fit Suckling Pig 西班牙文叫Cocchini 看那个主厨 用盘子利落的三两下就把乳酥分割好 实在有趣 这家叫Jose Maria的餐馆 东西做得不错 它的汤和肉丸也都蛮好吃的 生意很好 要事先定位 可以参加当地的观光巴士团 也可以自己搭火车去 我们决定自己搭火车 这样时间比较充裕 可以去吃那边最著名的烤乳猪 后来觉得这样决定还是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德里身为西班牙的首都 是个人文汇萃 充满活力的大城市 许多跨国企业都会在这里设立分行 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到处邻里的咖啡店和餐馆中 可以看得出来 它并没有因为追求现代化 而舍弃它极盛时期的巴洛克风格 从他们的装潢中看得出来 古典与现代工业风融合的恰到好处 有些则秉持传统西班牙的风貌 总是给人一种怀旧又耳目一新的感觉 马德里皇宫是欧洲第三大皇宫 仅次于法国凡尔赛和维也纳皇宫 皇宫是由灰白石材建造的长方庆建筑 融合了西班牙传统的王室建筑风格 还有巴洛克风格 我们幸好有先在网上买票 省去了不少排队的时间 整个皇宫内部有3418间 处处都是珍贵的瓷器 家具还有艺术品 每一间房间也都有它自己的主题跟特色 可惜除了大厅以外都不能照相 所以强烈建议要亲自来观赏 我个人觉得比凡尔赛可看性更高些 因为它的收藏及布置非常多元化 太阳广场是马德里 是区最热闹的地方 是许多地铁都会经过的一站 从地铁站出来 马上就被这里的人气给震撼到了 满满的人潮以及街头艺人的表演 让我马上就有一种融合入当地的感觉 历池公园 Bac de El Tiro 是马德里市区最大最美的公园 腹地宽广 绿印昂然 里面以它正中央的水晶宫最吸引人 水晶宫以矽钢铁为骨架 其余全油透明玻璃组成 加上座落在兵分枫枫叶倒影的湖边 可算是都市中一种灵迹美 晚上在当地知名的百货店顶楼 和当地人臭臭热闹喝餐前酒和晚餐 享受马德里的人气和夜景 结束这次西班牙十一天的自由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